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快点 给小刀叔赔礼道歉 小刀叔 那鸡是我偷的 以后我不敢了 小刀叔 你原谅我吧 小刀 小刀兄弟 小刀 小刀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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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去哪儿呢 估计他走不远 应该还会在根据地范围之内 那我们就在根据地范围之内去找 肯定能找到 好 准备活吧 陆兄弟 你跟我一起去 走 走 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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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大哥 你看 没错 就是小豆的 就在前面 快追 快追 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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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附近几条岔路口 都是通往根据地以外的 不管怎么说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走 小豆 小豆 想抓你的刀眼 那就得看你们的本事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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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很重要的事情 有几位同盟国的记者 已经抵达了危害 你们突击队 一定要把他们安全地接到根据地来 然后送往延安 他们的舆论影响非常重要 所以司令指示 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你带这突击队和侦察班的同志 去微害接他们 记者团有两男一女 和延安来的几个同志 他们会先和记者见面 小刀的事就暂时先放一放 等任务完成以后再说 我已经让侦察班的同志在村口等你们 一定要小心鬼子中途拦截 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是 师父 你看 从延安到拔路根据地 只有一条必经之路 只有在这条必经之路上 才能截到记者团 但是这条必经之路 不是在我们的拐辖区啊 而是在八路的占领区 师父 不如直接排大部队 占领这条必经之路 九云 如果我们大部队赶过去 八路就会隐藏起来 这样反而会打草惊蛇 圣墨 你是怎么下的 师父 你是否还记得 我们上一次是怎么前往八路根据地 执行任务的 你是说我们再次乔装成八路军 嗯 这是一个好办法 不过 行动之前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周全的计划 师父 你看这儿 这里周围都是山 翻过山 以东有一条干枯的河流 这条河流 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形 怎么利用 飞机 对 这条河床可以起用飞机 根据八路军目前的武装 不可能对空中的飞机产生任何威胁 只要我们上了飞机 就能完成任务 等他们到了 我们早已经走了 好 我马上请示田中师团长 这可怎么办 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 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根据地了 对呀 他是不是再也不回来了 小兔崽子都怪你 谢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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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让你们担心了 大家昨天晚上辛苦了 谢虎 看看谁回来了 苏姑娘 苏姑娘 你回来了 让大伙担心了 回来就好 苏姑娘 你在外面杀鬼子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了 不过下次不能擅自行动 太危险了 小刀 小刀没找到 倒是把苏姑娘找回来了 有得有失啊 得多一点 谢虎 小刀这事主要责任在我 我负责把它找回来 这样 小刀的事先放一放 我们有新的任务了 什么任务 去危害 迎接外国记者 到根基地司令部 事不宜迟 立刻出发 等等 谢大哥 你刚才说 我去杀鬼子 对啊 你离开的时候 林兄弟去找你 回来的路上 听说你杀了不少鬼子 我没有啊 苏姑娘 西外村 那两个欺负父女的 小鬼子 不是你杀的 不是我杀的 那韩婷那个 鬼子小队长呢 我根本就没有去过 卖花杂来 就是这里吧 你好 你是沙拉波娃吧 是的 来 快请坐 请 谢谢 我叫格小义 是来迎接你们的 你好 格同志 哦 对 应该是格先生 那什么时候出发 很快 组织上 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 派来了八路军 突击队的几位好汉 护送你们到我们的根基地 突击队 我懂 可 好汉是什么意思 好汉就是英雄 武功高强的英雄 太好了 那什么时候我们去见他们 不要着急 他们正在赶来这里的路上 从这里到根基地 一路上都是鬼子的占领区 所以啊 由他们保护你们 才更安全 哦 如果是这样 我们的安全 就会保障了 是啊是啊 是啊 格先生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动身呢 是啊 我们很着急 是啊 别急 都安排好了 这是什么回事 你是什么人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啊 磕醉了 太没有礼貌了 快出去 救命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再拉他护出去 放开 走开 走开 滚开 滚蛋 糟糕 钱包 我都也不见了 追 赶紧送他们离开 嗯 快走 嗯 好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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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奇怪 啊 啊 来啊 用lü 啊 小心 克不 开 我们要去沿岸采访 长官 你没有选择 走吧 来吧 小爷 祝礼节 各位 去哪儿采访不是采访啊 这些八路最擅长在这方面混淆黑白 搬弄是非 破坏我们大日本盛战的形象 我们这次来 就是想请你们去看看 大东亚贡荣圈的繁华景象 请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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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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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站住 站住 干什么呀 站住 站住 不行了 小鬼子 辛苦了 如果你能追上他 倒野我 我 我这些东西 都给你 去 去 站住 站住 有枪 放着他 让你啊 放着他 给他的 没有 快点 放这 这次苏姑娘出手相救 你比苏姑娘长得好看 苏姑娘没 没你好看 佩 我的意思是想说 我以为你是苏姑娘的 什么苏姑娘 我叫秀玉 多谢秀玉姑娘救命之恩 秀玉姑娘 梁某有一事相相问 你为什么冒充苏姑娘去杀些小鬼子呀 我和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 但是你说的苏姑娘我可不认识 不会吧 就是那个女妖苏如娇啊 她 她一掌啪 能打死十几个小鬼子的苏如娇 难道 那个女妖苏如娇 果真有奇人 没错 哦 原来评书里面说的都是真的 怎么能是编的呢 说的都是真事 而且呀 我和苏姑娘还是战友呢 你的意思是说 你也是传说中突击队的队员 我就是人送外号赛十签 梁 梁小刀 那评书里面怎么没有提到你的名字啊 那你肯定听的是上半段 下半段主主主要谢谢我 其实你刚才不就我 我依然可以摆平那几个小鬼子 我是好汉哪 你还不信 要不怎么着 我给你露两手 那你刚才还被那两个鬼子追得满街跑 像兔子似的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我这叫施展轻功 引开小鬼子特户 从而我们几个同志就能安 坏坏了 怎么了 我光过和你聊天了 把把正事给忘了 我们几个同志有危险啊 秀义姑娘先告辞了 不 不对 这儿更危险 你跟我一起去吧 不 不对 是这边啊 是哪儿 这边的 不 不对 那我妈不知 我能否认为 这边都是 这边的 关系 小鬼子山 至少 是 鹊虎 我和你一样 我现在就去 那里 你不要 走 走 你们日本人实在是太残忍了 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不公平的 这位小姐 八路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当然要杀了他们 你们想让我们回去 想干什么 我们要带你们去一个 到处都是新闻的地方 当然 那里的新闻 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胜利的新闻 你是说 太平洋塞班岛战役吗 这太惨了 别看了 让开 这个人又被上市到 小心 兄弟 你好 刚才发生什么情况了 这还没看出来 刚才日本人在这儿杀人了 杀人了 杀什么人 谁知道啊 他们好像是八路 还有三个外国人被带走了 好 走 秀玉姑娘这边 小偷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是秀玉姑娘救了我 咱们到那边说过 快 走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本本来就是想到县城里散散心 后来发现了这么几个人 特别是有四三个外国人 从他们的称呼 我发现他们是八路 此时有一两个日本特务在盯收 我就想把他们引开 对 结果跑的时候 遇上了鬼子的巡逻队啊 多亏了这位秀玉姑娘出手相救 否则我是小命不保啊 说重点 我说到哪儿了 几个外国人 对对对对 那几个外国人被鬼子带走了 唐姑娘 你迅速出城 跟田一草他们会合 马上赶回根据地 报告给高副司令 是 其余的人 暂时和我留下 看日本人把记者带到哪儿去了 尽力打探他们的消息 走 找个安顿的地方 跟我走吧 我有地方 好 什么 潜入根据地 对 从山口上来看 很有可能是日军的特别行动队 记者团在他们手里太危险了 他们的方位确定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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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务 报告 集合完毕 出发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哦 这茶馆是家父留下来的生意 日本人来的时候 我还在天津读书 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等我回来以后才知道 家父和母亲都已经不在了 还好有张管家 就把这茶馆留到了现在 哦 后院儿是我们家的展院 没有外人 所以请大家放心住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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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真没看出来啊 你还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怎么 我不像吗 不不不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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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像了 不过 我就不明白了 你有这么好 这么大的家业 你怎么还打小鬼子呀 其实 我们廖家本来就是世代习武 只是我父亲从小身子弱 所以就弃武经商了 本来父亲也不许我习武 可是 他每天忙着生意 所以从小就把我送到远方的亲戚家寄养 我就偷着和我的远方表哥学会了点武艺 日本人占领天津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里组织抗议游行 没想到 日本人居然对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 太可恶了 要不是我有这点武艺在身 可能也躲不过那场屠杀 没错 后来 我辗转回到了家乡 从评书里面知道了几位好汉的英雄事迹 又看到了城门口贴着的通局告示 所以我就模仿着苏姑娘的装扮 做了几身衣服 蒙面出去 杀几个日本人也就我心头之恨 秀玉姑娘 你太太厉害了 哦 小女子今天见到几位英雄 真是三生有幸 大家都请坐吧 好 谢谢 谢谢 那这么说 前几天韩庭那边几个鬼子 都是你杀的 是啊 那天我正好经过那里 看到他们欺负梁家妇女 我气不下 我就把他们几个都杀了 知道好 那这些账全都算到了苏姑娘头上 哦 嗯 秀玉年轻 不懂江湖规矩 当时只是仰慕苏姑娘 所以就模仿了您的装束 希望苏姑娘能够原谅 哦 还有件事情 你的绣花针是怎么学的 是和我堂哥学的呀 你刚才说你的本家姓廖 那你堂哥叫什么名字 我堂哥叫廖天生 你撒谎 天生根本就没有表妹 你说 你到底是谁 苏姑娘息怒 我堂哥确实叫廖天生 可能并不是你们说的廖好汉 我想只是崇明罢了 你怎么能确定是崇明呢 因为我堂哥很早就离家出走了 听说去学了经系 后来就一直没有回来 怎么可能是你们说的廖好汉呢 哎 武将 你堂哥是学系的 是啊 我堂哥 我堂哥自小长的媒妻木秀 听说还是学淡觉的 我叔父一气之下将他逐出家门 所以就一直没有回来 越说越对 难道你真的是廖天生的表妹 没错 他就是廖好汉的表妹 没人问你 你问不问我 他也是廖好汉的表妹 他也会是绣花针 把你的绣花针拿来给我看看 不会的 不会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杜姑娘 我去看看 这 天生 难道他真的是你表妹吗 为什么我刚刚要把你忘记 可偏偏让我遇到了他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吗 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忘记你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苦苦的折磨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苦苦的折磨我 儒教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该面对的 还是要面对 不大行 你看 你怎么这么苦苦的折磨我 明天有些要的 你怎么这么苦 要别让我够你 那有点苦应 去 你怎么回事 土瓜 要是叔父没有被日本人杀害的话 我一定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对他说 我堂哥是个英雄 真正的大英雄 好 好了 时候不早了 陆兄弟 你和穆姑娘去经营田草和童姑娘 一定要把他们安全带到这里来 是 小刀 林兄弟 我们三个出去打他一下 看看那些日本人 把这些记者藏到哪儿去了 好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苏姑娘 你就不要去了 好好在这里休息 我没事 我和你们一起去 那 那我也一起去吧 秀玉姑娘 我们这是在执行任务 会非常危险的 你就不要咱家了 嗯 在这里我比你们熟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再说 我堂哥曾经也是你们的一员 我应该帮这个忙 那好吧 我们分头打探 一定要注意隐蔽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hockey 是 是 是 好 嗯 meine 我会变成了外国记者团 陈门阁下夸奖 为帝国尽忠是我的职责 阁下 接下来该怎么处置这三个记者呢 是不是叫他们立刻消失 不不不 这样做太鲁莽了 既然他们是记者 就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 让他们写一篇报道 什么样的报道 要通过他们 把我们帝国战区的繁荣景象宣传出去 向世界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圣战 以及建立东亚共荣圈的繁荣景象 接下来该怎么做 不用我说了吧 是 这些无耻的日本流氓 这是我采访遭遇过最无理的待遇 就像绑架一样 你错了 这就是绑架 对 你说的没错 所以 我们不能错以待毙 那么 杰克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当然 而且我正在试试 给我 别告诉我 你的办法就是扔钱 中国有一句故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 有钱能事归腿磨 希望下面沾着的这些日本兵里面 有懂英文的 但愿 但愿 但愿杰克想的这个办法能行 伤敌保佑吧 下面这么多日本兵 试试看 看来这办法不行啊 要不咱们再试试吧 杰克再试试 再来一次 但愿这次能成功 试试吧 看到了 嗨 嗨 嗯 看到了 我们成功了 不 知道了 你真乱 太棒了 你终于成功了 太棒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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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